马太福音十二章七到八节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面对法利塞人的指责和定罪 引用了和西阿书六章六节 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胜过番祭 来强调他喜欢人从里面活出神的神性 而不是在外面遵守宗教规条 上帝喜欢以连续为怀 他以慈爱和怜悯对待我们 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子去对待别人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神的话的意思 就不会像法利塞人动辄去定罪别人了 最后主耶稣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有权柄支配安息日 有权柄解释安息日的律法 主耶稣要把救赎的恩典带给人 就是要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面前得着安息 他喜欢赐给人真正的安息 而不是受安息日归条的束缚 很多基督徒 特别是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 多年下来也学习了不少所谓的属灵 操练 灵修祷告 读经查经 唱识敬拜等等 但是今年累月 不知不觉的 这些属灵的动作或习惯 变成了敬前的外表 而忘却了他的本质 是为了亲近主 爱慕主 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 50年前成立的时候 教会有一套的制度法规 传统习惯和做事方法 一代一代的人来来去去 但是50年后 还是守着传统习惯 方法制度不变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法利赛人 让我们的教会 不要成为没守成规 拘泥传统的教会 不知不觉的 以制度代替了神的旨意 以传统代替了耶稣基督